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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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不要急着生气 急着怪对方 急着攻击对方 然后所以先从观念出发说 不一定是我的比较好 也不是你的比较不好 只是我比较习惯这样 我们的观念不同而已 所以先从认知了解之后 接下来不是急着说 而是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就是我先停下来 我先了解你的想法 我先听你怎么说 然后不急着辩解 不急着说自己的想法跟看法 再来当对方说完以后 然后再来表达自己的想法 自己的看法 然后请对方听听看我们的建议 我们的想法是什么 我觉得最忌讳的就是我不认同 所以我就攻击批评你 然后批评你的想法 进而我就人生攻击批评你说 你就是这样 你们家就是这样 所以你们家就是这样 所以怎么样怎么样 所以这样一定会沟通失败的 所以不让自己固执自己的经验 不坚持自己的立场 自己的做法 自己过去的家庭的背景 能够接纳 敞开彼此的差异 更是妥协才能够有所谓的共识 像我们家的 以我们家的例子来说好了 孩子要不要补英文 要不要学钢琴 要不要学小提琴 我们考虑到家众的预算 然后考虑到说孩子学习的态度 我们就有不同的意见跟想法 一个认为说孩子要栽培 但是一个认为说孩子不认真学 浪费钱 那到底要学还是不学 要不要栽培 好像都很有道理 所以当我们最后拉一个时间点 就是孩子学到小学六年级 然后就是你不认真学 那就不要再继续栽培 就不要学了 然后那是考虑到预算 考虑到金钱 我们就说好 那我们就一个礼拜学钢琴 一个礼拜学小提琴 那这样的话你也有时间可以好好地学 把老师的功课练好 然后也比较省钱 所以我们的做法可以很多种 我们只要目标一致 我们都可以讨论协调我们怎么样去达成我们共同的目标 再来就是换位思考 站在对方的立场跟角度去思考 不是一味的索取 一味的抱怨 说你总是不帮忙 或者是你总是那样 总是这样 在婚姻当中做自己能做的 你能够做你就开开心的做 如果你不能做 那你就把标准降低 甚至不要做 放过自己也放过对方 而不是一边做一边抱怨 一边做一边责怪对方 所以如果你没办法换位思考 那我们这时候就想想看 对方曾经对你有什么提醒 有什么抱怨 什么期待 这就是他对你的想法 你这时候如果听进去了 你做调整 你就在换位思考 而不是依然顾我 那这就是看见对方的需要 他是不是曾经跟你说 你可不可以帮我一下 帮我带孩子 你可不可以帮我倒垃圾 你可不可以帮忙做家事 东西不要乱丢 可不可以归位 可不可以帮我帐单 或是你可不可以带我们全家一起读经祷告 你可不可以顺服 你可不可以温柔体贴 这些都是他对你的期待 当你做到了 你就是看见对方的需要 并且换位思考 所以沟通达成共识 不要当猪队友 然后换位思考 能够看见彼此的需要 能够当对方的神队友 对 真的是太好的分享了 那跟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 希望能够做对方的一个神队友 而不去当一个猪队友 所以透过互相的沟通协调 然后换位思考 其实是一个很棒的做法 那接下来就进入下一个问题 就是抚养孩子 孩子会长大 当孩子进入到青春期的时候 好像倾诉的对象 就会从父母转移到同侪 或是他的社群软体上 对 所以想说这样的话 父母的心情要怎么样去调试 对 因为燕碧姐有抚养三个 而且他们都已经青春期以上的孩子 就想知道这样的秘诀是什么 其实青春期孩子 他们的起诉对象 会从父母转到朋友 或者是社群软体 一个很重要的是 觉得父母不了解他 或者是父母听不懂 他们在说什么 所以父母要努力的 我觉得第一点 就是要做孩子的朋友 那怎么样成为孩子的朋友呢 我觉得第一个就是 首先要有耐心 就不急着打断孩子的说话 不急着纠正 不急着责备 不急着说不要不行不可以 不急着表达不认同 之前我们家孩子跟我分享 他看到的故事 然后他讲了几句 我就说我知道 然后瞬间他就觉得 他的表达欲分享欲 就被我浇了一盆冷水 然后几次下 他就会很不满地跟我说 我每次跟你说 你就会说我知道 就会让我觉得 我看了一点 很感人的故事 要跟你分享 然后你都说你知道 显得我很无知这样子 然后他就会跟我说 这样子我都不想跟你说 我就会 所以下次他在讲的时候 我会想要讲 我知道的时候我就会忍下来 因为他看到我想要讲的时候 他的那个眼神 我就提醒自己要忍住 然后让他把他的话说完 所以这个我知道 是不要打断孩子的分享 但另外一个是鼓励孩子分享 就是我知道 那你要不要再多说一点 我有兴趣 这就是鼓励孩子继续说下去 所以我们要学习不打断 然后我们要学习孩子鼓励 他们继续分享 所以除了成为孩子的朋友 有耐心之外 再来就是要做一个喜乐有趣的父母 这个人设很重要 就是让孩子跟你在一起是很快乐的 而不是你整天纠正 整天责备 整天骂人 就是孩子让我们不高兴 我们管教出发完了 但是我们的人设依然是一个喜乐有趣的爸妈 意思就是孩子跟我们在一起是轻松的 这样的场合在吃饭 在我们聊天 在我们在车上 我们都可以营造一个轻松有趣 幽默的环境跟关系 所以我们家孩子在跟我在一起的时候 有时候我犯傻 或者是我耍笨的时候 他们不会嘲笑我 他们会说 我的妈妈真的太可爱了 我觉得那是因为来自于那样的关系 跟那样的氛围 对 所以做孩子的朋友 其实是父母很需要去学习的一件事情 也很重要 那除了这个之外 还有什么其他的重要的事情 第二个我觉得就是 学习尊重跟信任 我觉得尊重跟信任是 把他们当成大人来看待 即便他现在还是孩子 很多父母不信任的孩子 就会去窥探他们的隐私 怕他们做一些父母不喜欢的事情 那我觉得这样子的窥探 其实是非常非常破坏关系的 所以当我们把他们当成小孩 他们就会真的表现像小孩 我们尊重信任他们的时候 他们就会渐渐像大人 即便他们还是不成熟 他们会渐渐成熟 那我们能够信任他们 我们能够尊重他们是 因为我们信任神 所以我们放手交给神 所以我们放手交托 这个是因为来自我们对上帝的依靠 所以每天为孩子祷告 是一定要的 我们为孩子的品格 为他们的信仰 为他们的道路 为他们的交友 甚至为他们的 为了结婚对象 都是我们放手交托很重要的 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 就是为孩子每天祷告 那最后的就是信仰 信仰是整个家庭关系 连结的一个很重要的基石 应该最重要 所以当你孩子 现在是在信少年之前 你就一定要开始建立家庭祭谈 不是说要等他认识字 等他长大 我们才来做 这孩子他会做 他即便看不懂字 我们都可以一起开始 家庭礼拜 家庭祭谈 一直到他们 我们家孩子 现在即便他们在外地念大学 我们都会依然用线上 一起家庭祭谈 所以这样子的家庭祭谈 是我们的金星时刻 我们的焦点在彼此身上 在神的身上 在神的话语上面 我们一起对上帝 有一个敬拜 所以这样子的关系 让我们不疏离 不陌生 那教会是我们 共同活动的交集 所以就会让我们 紧紧地被圈在 教会生活 以及整个信仰里面 但很重要的是 家庭祭谈 家庭礼拜 千万不能够一时化 它要真实 即便在那过程当中 可能刚开始 我是不高兴的 但是当我们家家庭礼拜的时候 不是为了有家庭礼拜 而家庭礼拜 而是因为知道 这是我们家 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聚集 上帝是我们家的首位 即便我现在心情不好 即便我现在很累 我们依然不暂停 因为有太多理由 会让我们暂停 所以在金拜当中 在祷告当中 我们很真实说 神我们现在很累 或是神我现在很不开心 但求你帮助我 求你赦免我 这样子的祷告 真实祷告 在我们家 常常就是 让这样的生活 让这样的信仰是真实的 而不是行礼如银 所以整个信仰 在我们家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孩子才会真实的 让基督成为我们家的首位 好 谢谢燕碧师母的分享 那今天就看到说 要学习成为孩子的朋友 然后学习互相的尊重信任 然后更重要的是 把孩子交托到神面前 为孩子祷告 然后建立家庭祭坛 那希望今天的分享 能够带给众弟兄姐妹 有很大的帮助 那我们今天的心灵咖啡 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 拜拜